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需要按住音量的减号键 就可以使手机处于快速静音的状态了 避免尴尬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二 手机拍照 有时候一只手拿手机 一只手按拍照键很不方便 这时音量按键就可以当作快门按钮 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就不用按虚拟按键了 自拍也更加的方便 部分耳机上的音量键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在拍摄的时候 直接按耳机上的音量键 用这种方式拍摄 抖动相对较少 三 浏览翻页 看书或者浏览网页的时候 使用音量键翻页比滑动触屏更方便 大部分读书类APP都支持音量键翻页 四 进入恢复模式 手机用久了以后 大多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部分安卓手机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进行手机清理 我们需要先将手机关机 然后长按音量键和电源键即可进入recovery模式 而在这里提醒大家 这个方法会清除掉手机里的全部资料 如果必须要清理 一定要提前做好备份 五 手机截图 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减号键配合电源键进行截图 相对于下拉菜单使用快捷键的方法 这种操作更加的便捷 这个方法适用于大部分的手机 六 强制关机 手机死机的时候 大部分情况下电源键都处于失灵的状态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住音量的加号键和电源键 等待十秒左右 手机屏幕上就会出现关机界面 点击关机就可以了 七 吸屏快拍 当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场景 却来不及调出相机功能时 部分手机可以利用音量键进行拍摄 打开相机 设置 急速快拍即可 锁屏状态下 商机音量键下键就可以完成拍摄 那以上这几个功能呢 是大部分手机通用的 少部分呢 会因为手机的品牌或者是机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那刚刚二压呢 就是用两个手机来给大家演示的